广告继续浏览后续据得广联和德国广播电台报道,德国卫生部宣布, 40岁的卫生部长施潘周三下午被测出新冠病毒阳性, 施潘立即进入居家隔离,到目前为止,施潘只出现了感冒症状。 周三上午,施潘还参加了联邦内阁的会议,但按规定戴了口罩。 这时迄今为止德国首次出现部长及以上官员被感染,施潘从哪里赶? 染了病毒,正在调查中,与施潘有接触的人,卫生部门都将一一通知。 政府发言人就是潘感染病毒表示,德国联邦内阁不必被隔离,因为 政府在举行内阁会议时,遵守了相应的卫生和保持距离规定。 专家估测,内阁成员都将接受病毒检测。 新冠病毒在德国继续扩散,德国一。 周内被确诊的患者每10万居民超过了50人次感染的临界值。 柏林。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周三爆出的感染数字是51.3,前一天为48。 6. 该临界值被认为是针对新冠病毒是否应采取更严格措施的重要一。 据。 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周三公布的数据,德国一天内确诊的新患者 达7595人,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的患者达879人,比一周。 钱增加了261人。 电邮新闻投票新闻就在您的每日新闻信里下载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